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成本会计上 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各位同学再次收看成本会计协的课程播出 在本讲次我们要继续跟同学介绍的是有关 分布成本制的成本记录这一部分 所以在本讲次里面我们有下列这几个讲授大纲 首先第一个是有关分布成本制的记录特点 第二个是成本记录的分录 第三个是耶当产量的意义 第四个是耶当产量的计算与比较等这几个主题 那我们依系来跟同学说明 首先是分布成本制度它的意义 分布成本制是以加工部门累计成本 以某一特定期间再一次分摊到 该期间所生产的产品中 这个就是我们的分布成本 那各家工部门依领料单劣迹材料耗用量 依技工单劣迹直接人工成本 依实际制造费用的金额 劣迹制造费用的成本 这个是我们有关分布成本制 它的一个成本记录它的一个意义 那我们了解了这个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说分布成本流程它的一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就是说 它是每一个部门均设有再制品的一个账户 同学请注意一下 我们这里强调的是每一个部门 跟分批不一样的 分批是每一个生产单 那我们这个是分布的是每一个部门 第二个的话它的特点就是说 一般直接材料会在第一个部门投入 也有可能在其他部门发生 而直接人工制造费用 则可能是每一个部门都会发生 这个也是说我们在 随着各个不一样的产业的话 材料的话可能是一次投入 或者是生产阶段 生产部门分批投入的 但是人工跟制造费用 这些加工成本 通常在制造的时候 每一个部门都会发生的 那第三个特点就是 除了最后一个部门以外 每一个部门的成本 均会节转到下一个部门继续累积 就是说除了最后一个部门 因为已经完工 就是转到制成品以外 再制品的话 它这个某一个部门 它的一个这个部门的完工的成本 就是下一个部门的全部成本 所以说我们以上三点是我们有关 分布成本制它的一个特点 那我们了解了它的特点以后 我们来跟同学介绍的是 有关分布成本它的一个成本记录 那为了要说介绍这个成本 其实我们举个例子 以通过实力来跟同学加以说明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是说 北山公司是生产连续性的一个 制造的一个产品 生产流程由甲部门开始投入生产 再移转到乙部门继续加工 然后加工完了转日完工制成品 那成本流程采用分布成本制 来汇集生产成本 那这是我们的例子里面 那这里面来讲 它的这些相关的成本的金额 是这样子 那我们这一个甲部门 我们直接领用的材料是80万元 发生的新工是30万 制造费用的是10万 那乙部门的阶段是直接人工是20万 制造费用是10万 那这一个我们了解了这个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说本期 假设说它本期的生产跟产品 完全销售 所以并没有其出其末的存货的问题 那我们要如何来做我们的相关的 这一个分路 我们来看一下说 我们从题目上来看 这个北商公司的话 它生产由甲部门跟乙部门 这两个单位 那我们来看一下说 在甲部门的时候 它本身题目告诉我们说 它购买材料是购买了多少 一百万 所以就借材料一百万 那代方就代应付账款一百万 这个是一般的购料的一个分路 这个很简单 这个就是说 我们买卖业也是这样子 就是说你买进来多少 你就借材料多少 但是你买进来的材料 一百万并不是全部都直接投入生产 所以投入生产的话 是要根据你领用的材料 把它转到哪里 转到我们的债制品 所以我们的材料有借放一百万 但是我们只有在甲部门的时候 我们只有领用多少 领用八十万 所以我们就借债制品 甲部门八十万 那代方的话就是说 我们材料已经 一百万的材料 已经有八十万投入了生产 所以我们就把材料减少八十万 所以代材料八十万 所以这个分路就是我们领用材料的分路 那在甲部门除了领用材料以外 它甲部门还有投入什么东西 投入人工 那我们投入人工的话就是 我们发生的新工是多少 三十万 那三十万的新工 我们假设我们是付银行存款税 我们就代银行存款三十万 那新工三十万的话 新工跟材料不一样 因为材料有可能有存货的问题 新工都没有存货 所以我们新工三十万 我们就全部都再把它转到哪里 转到我们的债制品 甲部门的债制品 所以我们债制品甲部门三十万 然后代新工三十万 所以我们就把新工的部分 也转到我们的债制品 所以我们债制品已经有材料的部分 还有人工的部分 那还有一项是什么 是制造费用 那在这个公司甲部门 发生的制造费用有多少 有十万块 所以它是借制造费用十万块 然后代现金十万块 那这个十万块的话 它就直接也要把它转到哪里 甲部门的债制品里面 所以它就借债制品甲部门十万块 代制造费用十万块 那这个十万块的话 它是按实际的 不是按照依据的分摊率的 那这个总共我们有三个债制品 这总共加起来是八十万三十万 加十万一百二十万 那我们要把这个甲部门完成 要移转到下一部门的时候 我们就把在制品的甲部门的 在制品一百二十万转到哪里 在制品的乙部门 所以就借在制品乙部门 代在制品甲部门一百二十万 那这个就是甲部门的分度 是做这样完成的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是说 另外一个乙部门接续的一个的生产 那乙部门它的成本分度是什么 第一个它是 有除了刚才的这个甲部门的 移转进来一百二十万以外 乙部门它在题目告诉我们 它又继续发生人工多少 人工的二十万 所以它借新工二十万 代银行存款二十万 那这个新工的话 它要把它转到哪里 转到再制品乙部门 这是乙部门发生的 所以把这二十万的新工 就是借债制品乙部门 代新工二十万乙部门 然后再来的话是 它又发生了制造费用 那制造费用是在制品 制造费用是十万块 代现金十万块 然后把这个制造费用 转到债制品 所以就借债制品乙部门十万块 代债制品十万块 那这个时候 我们如果全部完工了以后 我们要把这个 再制品乙部门的转到哪里 转到制成品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要把它转是说 借制成品一百五十万 代再制品乙部门一百五十万 那一百五十万怎么来了呢 这里有二十万 这里有十万 还有刚才的这个乙部 全部假部门移转过一百二十万 所以总共是一百五十万 制成品一百五十万 那如果说我们题目告诉我们 我们的产品全部都销售完了 没有期末存货 所以我们这个制成品要转到哪里 转到我们的销售成本 所以我们就借销售成本 代制成品一百五十万 销售成本一百五十万 那这以上来讲 就是有关我们的 那个分布成本制 它的这些成本的这些分路 我们先跟同学做这样说明 那等一下再继续跟同学介绍 我们昏布成本制的 耶当产量的部分 好 那我们接着要跟同学介绍的是 有关昏布成本制 它的一个耶当产量的一个计算 那我们知道说耶当产量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耶当产量是指的是 我们为了要成本的分摊计算 需要将成本按照它的完工比例 估计出它相当于完工制成品的一个数量 这个就是一个耶当产量的一个观念 那我们来看一下说 耶当产量它的例子来说明 比如说甲公司有 有期末再制品一千个单位 那完工比例是百分之七十 那该批期末再制品的耶当产量 也差不多有七百个 全部完工产品的产量 这七百个单位就是期末再制品的耶当产量 所以说这个耶当产量的一个主要观念就是说 我们虽然说我们期末再制品有一千个单位 但是因为它只有完工百分之七十 所以我们在计算的时候 把它当成七百个单位来计算 这个就是一个耶当产量的一个观念这样子 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下说 那耶当产量的计算方法的话 它是这样子 最主要看说分成七个状 我们有没有期末再制品的存在 如果说当我们的耶当产量 我们是在没有期末再制品的时候 它的计算方法很简单 我们就是本期全部的都是本期的投入的 就是我们的生产数量 那如果说是有期末再制品的时候 它可以再分成一个是加权平均法跟先进先出法 这两个方法 所以我们耶当产量的计算方法 我们大致上是可以把它先区分为是 有没有期末再制品 如果没有期末再制品是一种话 有期末再制品的时候 我们还有两种的计算方法 一个是加权平均法 一个是先进先出法 那我们逐项的来跟大家加以说明 首先第一个是说 当我们在耶当产量的计算是没有期出再制品的时候 我们的耶当产量是等于本部门的完工数量 再加上期末再制品的数量 乘以完工比例 同学可以看一下说 在我们这个公式里面 有没有考虑到期出再制品 没有 因为我们这个是假设是没有期出再制品的时候 所以耶当产量的计算 不用去考虑期出再制品 完全就是说你本期的完工数量 再加上期末再制品 乘以它的完工比例 就是我们的耶当产量 这是第一种状况 我们举个例子来跟同学说明 比如说假公司本期的完工数量 是20万个单位 期末再制品是5万个单位 完工比例是40% 那没有期出再制品存货 请问本期投入的产品的耶当产量是多少 这个因为没有期出再制品 所以要不要考虑期出再制品的因素 不要 所以我们的耶当产量就是本期完工就是20万 这已经是百分之百完工 所以20万是我们的一个完工数量 那再加上什么样 我们本期的期末再制品已经投入了 本期的期末再制品有5万个单位 但问题是5万个单位并不是完工 所以它完工比例只有40% 所以它相当于完工的比例的数量 只有多少 就是5万乘以40% 就是只有2万 所以本期的成本的耶当产量就是全部完工的20万 再加上相当完工的2万 所以是耶当产量就是22万个单位 这个是我们第一个例子 那再来的话是 第二个状况是我们的耶当产量的计算是 我们有期出再制品的时候 那当我们有期出再制品的时候 我们这时候在计算耶当产量的时候 就要考虑到说 期出再制品这个因素 那期出再制品这个因素的考虑 我们有两种方法来处理 一种方法就是什么 我们采用加全平均法 那加全平均法就是说 我们把期出再制品的数量 全部把它当成是本期投入的 所以把它的成本也计算进来 所以它的计算方式是 观念是将期出再制品 以本期投入的成本合并计算 那它的耶当产量的计算公式就是 本期完工数量 再加上期末再制品的数量 乘以完工比例 这个观念的话 跟刚刚是很类似 但是我们还是举例来跟同学加以说明 例如说甲公司它的 生产的资料是这样子 它的本期的 期出再制品的数量是 1000个单位 然后这里面1000个单位里面 它材料的部分 期出再制品是已经百分之百投入了 加工成本是只有投入百分之五十 那本期开始投入的 生产的是两万个单位 那本期完工转出是一万八千 那期末再制品是多少 3000单位 为什么 因为期出再制品1000加上两万两万一 减掉我们完工的 当然期末再制品是3000单位 但是这3000单位的话 题目告诉我们说 我们的材料是百分之百投入 但是加工成本是只有百分之三十 那在这个情形之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说 它的这一个 一夜当产量应该是多少 我们可以这样来看 数量的 我们先看数量的部分 因为我们是采用加钱平均化 所以我们就把 期出再制品全部都并进来 并进来计算 所以我们的一夜当产量 就是1000个单位 也算是本期的 那本期开始生产的两万 所以我们总共的数量是多少 两万1000个单位 减掉我们完工是多少 一万八千单位 所以我们的 我们的期末再制品也多少 也是3000单位 所以一万八加3000是两万亿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 加钱平均化 我们就是一夜当产量 就是这样子把它计算进来 那这一个我们在计算的时候 因为我们要把成本 跟本期的成本合并计算 所以这个要不要考虑到 它的这个材料 跟人工的完工比例 就不用了 因为你全部都算进来 把全部的成本也算进来 所以数量也算进来 所以这个就不用再考虑 所以我们这里面的 夜当产量是两万1000个单位 那本期完工的话 就是一万八 包括材料也是百分之百 然后加工也是 成本也是一万八 也是加工夜当产一万八 那本期的期末再制品 这一部分的话 就是我们是有3000个单位 但是3000单位 我们材料是百分之百投入 所以我们材料的夜当产量是多少 是3000 所以一万八加3000是两万亿 所以因为材料是百分之百 所以我们的夜当产量 跟这边的夜当产量是一样的 但是加工成本呢 加工成本因为我们的期末再制品 我们投入的只有百分之三十 所以3000的百分之三十是900 所以我们期末存货 我们期末再制品的夜当产量是900 所以一万八再加900是一万八千九 所以这两个数字是会有不一样的 那我们如果说以公式的计算方法 来跟同意再加以说明的话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说 这个有期出再制品的时候 加钱贫穷 它的公式是这样子 直接材料是制造费 制成品数量再加上再制品的数量 是百分之百 所以是这个一万八再加上3000 乘以百分之百就是3000 这是期末再制成品 所以是两万一 那如果说是这个加工成本 加工成本它的公式是 制成品的数量再加上 再制品的数量乘以百分比 就是一万八再加上3000乘以百分之三十 就是等于900 所以等于一万八千九百 那这一个跟同学说明的话 这个再制品数量在我们这里讲的是讲 期末再制品的数量 那我们在这里面要跟同学说明的是说 我们在计算的时候 因为在我们刚才所举的例子里面 因为我们的期末的再制品 它的材料跟加工成本的投入比例 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在计算的时候 我们要把材料跟加工成本的 一一当产量是分别来计算 因为材料是已经是百分之百投入了 所以它跟你虽然是再制品 但是其实它跟完工的所耗用的材料 是一样的 那加工成本是因为它只有完成部分 百分之三十的投入 它在以后还要再继续投入加工成本 所以我们在计算这个一一当产量的时候 我们要把这个百分比的因素 也考虑进来 那我们这个以上是跟同学介绍的是 有期出跟期末再制品的时候 我们采用加权平均法的一个计算观念 我们等一下下一段 再继续跟同学介绍的是 有关采用先进先出法的一个观念 好 我们接着再继续跟同学介绍 有关耶丹产量的计算 那尤其是在采用先进先出法的一个观念下 我们知道说采用先进先出法是指说 在有期出再制品时 我们先进先出法是将期出再制品成本 以本期投入的成本是两个是分开计算 刚才在讲加权平均法的时候是合并计算 现在先进先出法是两个是分开计算 那分开计算的以后 它的公式 计算公式 耶丹产量的公式是 期出再制品的数量 乘以一减期出再制品完工百分比例 加上本期开工完工数量 再加上期末再制品的数量乘以完工比例 那在这个公式里面 我们要特别跟同学提醒的是 期出再制品的数量 为什么要乘以一减期出再制品的完工比例呢 因为一减期出再制品的完工比例 就是代表说本期还是继续要再继续投入 或继续施工的比例 因为一减掉上期完工的 剩下的就是本期要继续投入的 那第二个重点的话 就是在公式的本期开工完工数量 加期末再制品的数量 乘以完工比例 这一部分跟加权平均法 两个都是一样的 那我们如果了解了这个公式的以后 我们也是一样举例子来跟同学加以说明 那我们以刚才的例子 如果说同样的例子 我们来看一下说 我们这个甲生产部门一月份的生产资料 我们如果说以先进先出法 来计算它的月单产量 我们来看 这个期出再制品是一千单位 材料是投入是百分之百投入 加工成本是百分之五十 然后本期开始生产是两万单位 然后本期完工是一万八 然后期末再制品是三千 那这三千的话材料部分也是一样 百分之百投入 然后加工成本是只有百分之三十 那这个时候我们在计算 先进先出法下 它的一个月单产量应该多少呢 我们来看一下是说 期出再制品 这个是一千单位 然后本期开始生产是两万单位 所以合计是两万一千单位 那期出本期的月单产量是 期出的一千单位的时候 我们本期还继续投入多少材料 不用 因为它这个已经是百分之百投入的 所以在本期要不要继续投入 所以投入是零 所以这个是零 那人工加工成本部分呢 因为加工成本我们在期出再制品 上期只有投入百分之五十 所以本期要继续投入多少 百分之五十 所以一千乘以百分之五十 就是一千乘以一减百分之五十 就是得到就是五百单位 然后我们本期完工开始转出是多少 是一万七千单位 这个是百分之百投入材料 百分之百投入人工 那期末再制品呢 期末再制品的话是三千单位 这三千单位材料部分是多少 它是百分之百投入了 所以这个我们就三千乘以百分之百 然后加工成本呢 是只有投入多少 百分之三十 所以三千乘以百分之三十 就是九百 所以如果在这种情形之下 我们虽然说我们本期的数量 是生产数量是两万一千单 但是一万单材料只有多少 材料部分的话是一万七加三千是两万 那加工成本的部分是多少 其出再制品五百再加上一万七 再加上九百 一万八千四百 所以说这一个的话是我们采用 先进先出法 我们也是一样把材料跟人工分别计算 他们业单产量两个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如果再比较的话 采用平均法跟先进先出法 我们可以看出来说 同样的这些都是两万一千个单位的数量 但是在材料部分这边是两万一 这边是两万 这边是一八九零零 这是一八四零零 这个是我们了解是说 这个约当产量的一个计算方法有两种 他们所做的是有这样不一样 那如果说我们也是以公式的计算来加以 再跟同学说明一下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说 直接材料的部分 我们期初再制品数量乘以一减 期初再制品完工比例 再加上本期完工数量 再加上期末再制品乘以完工比例是 一千单位乘以一减百分之一百 这个是材料的部分 因为已经百分之百投入了 所以等一减百分之百等于是不是零 所以这个一千乘以零就等于零 这变成是一万七是本期开工完工一万七 再加上三千乘以百分之百 三千的期末再制品是 三千乘以百分之百是三千 所以等于得到两万单位 这个是有关材料的部分 那加工成本的部分呢 它的计算公式也是一样 就是说期初再制品的数量乘以一减 期初再制品完工比例 加本期开工完工数量 加上期末再制品的数量乘以完工比例 所以一千乘以一减百分之五十 就等于五百再加上一万七 再加上三千乘以百分之三十是九百 所以得到18400 那这以上是我们跟同学介绍的是 有关我们的耶当产量 采用先进先出 跟加钱平均法的这些方式这样 那我们接着的话 也要跟同学再做一个 加钱平均法跟先进先出法的比较 那这个比较的话也可以帮助同学进一步了解说 这两个的差异是在哪里 第一个来讲就是说 两个的假设不同 加钱平均法跟先进先出法的话 加钱平均法是假设 期初再制品的完工程度全部为零 所以说他把成本全部都加进来本期的全部 那假设等于期初再制品都没有做这样 那先进先出是假设 期初再制品在本期内先完工且先移出去 这是先进先出法 这是第一个假设不一样 第二个是计算的方法不一样 加钱平均法无需区分 期初再制品以本期加工的生产的产品 那先进先出必须区分 期初再制品以本期开工生产的成本 这是第二个不一样 第三个的话是 耶当产量的大小不同 在加钱平均法的话 它的耶当产量会比较大 在先进先出法的话 本期开工并完工的耶当产量会比较少 因为怎么样 因为加钱平均法是把期初的再制品 全部都当成本期生产的 所以它的业当产量当然会比较大 那第四个的话就是 期初再制品的处理的不同 在加钱平均法的话 将期初再制品成本 以本期投入成本合并计算 而将期初再制品各项成本要素 分开劣势以便合并 但对完工程度则不必确认 而在这个先进先出法的情形之下 就是将期初再制品成本 以本期投入成本分开计算 所以不必将这个成本要素分开劣势 但必须确认完工程度以便计算 那同学可以比较说 这个先进先出法跟加钱平均法 他们对于这一个 期初再制品的成本的表达方法 跟处理的是有一个很大的 不一样的地方 那这个是我们第四个差别 那第五个的话 就是对于单位成本的计算不同 加钱平均法只有一个单位成本 而先进先出法有两个单位成本 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加钱平均法的话 我们是把期初再制品的成本 跟本期的成本都合并在一起 所以算出来的话 是只有一个成本 那如果说是先进先出法的时候 我们要考虑到的是 上一期是上一期的成本 本期是本期的成本 所以它的单位成本就会有两个 这是第五个差别这样子 那第六个差别的话 就是对于损失数量的处理不同 在这一个加钱平均法 是由期初与本期共同负担 而先进先出法的话 就需要个别认定 由期初或者是本期成本来负担 因为我们知道在生产的过程里面 难免会发生一些 也损失的这些数量 那这些数量如果说是加钱平均法 因为我们已经是把期初跟期末 跟本期发生的 已经是全部都合并在一起了以后 所以当然这个损失就是由期初跟本期的疫情负担 那在先进先出两个还有区别 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再加以区分出来 那以上是我们有关成本会计 耶当产量的这一个介绍 那希望同学能够说透过这种比较 能够更进一步的认识 谢谢各位同学的收看 谢谢 宇宙浩瀚 知识无穷 华社教育文化指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